怎么这个比划比划你们动一动 动一动 刘老师 我今天要给您一个惊喜 现在这个第三代风动人 第四代风动人都在这儿呢 但是您也是他们最大的惊喜 刘老师 您看谁来了 这是我老师 是不是特别大的惊喜 很长时间不出来没见过了 今天知道大家在这儿合影 余老师一定要把这个第二代风动人 第四代风动人咱都聚齐了 在郭永怀先生的雕像前 然后这里面女孩子还不少 我看看 有三个女孩子 这其实应该算是现在风动人新的力量 对 他们应该算第五代了 这些学生们最年轻的是哪一年出生的 02 02级的 02年的 02年出生的 那今年22了 跟您差了将近70 70年 74年 确实应该算也算是第五代了 第五代了 他们第四代在这儿吧 是的 风动的事业还需要继续前进 那这些人他们前进的目标是什么 您给他们指着 我就在往前走 往前走 首先要发现问题 要害问题是什么 然后之中的人 自己发现问题 自己想办法知道 踏踏实实 求时求时 把这个现样 把道理发现 中国航天60年能领跑世界 必须要提到风动实验 风动实验模拟飞行当中空气动力环境 能帮助飞行器优化性能 是目前航空航天领域最基础的科研平台 东风导弹 神舟飞船等国之重器 在诞生之前 都必须要经过风动的催炼 前学森 郭永怀 两位大家 是新中国风动事业的奠基人 于洪如 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郭永怀的学生 被誉为 中国激波风动第一人 1999年 于洪如写信给远在日本的江松林 请他回来 将这样一份事业继续下去 新中国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 等于力学所是航天航空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对 它是一个发源地 我们现在看到航空航天的 非常多尖端的领域 是在这个大的这个孵化器里 慢慢地孵化出来 您还记得您第一次 见到力学所的那个样子吗 这个现在已经通过一些 装修化现在更新一些了 看这个楼的时候 就想到我们 这是我们钱先生 郭先生创下来的 科学殿堂这样一种感觉 它不是楼这么高 而在心理上 这个有一个高山养子的那个感觉 现在他们是在哪个房间 右边的两个办公室是爱边的 余先生再往那边一点 我再余先生下载 真好 现在我们还能进去看到 他们的办公室什么样吗 那些办公室依然如旧 真的 是啊 那您带我去看一看 我也进入到了中国力学的一个殿堂 这个就是我们钱先生的办公室 在这里他工作了很多年 因为有很多他用过的工艺 留在这个办公室里 钱先生在这个办公室里工作了多长时间 工作了大概有从不几年开始 一直到80年 大概差不多2030年了 这个钱先生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手稿 一些书信 这个封面上写的字非常有意思 钱先生做了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做完有了结论 达到他想要的结论 他就在这个东西呢 标面上写了一个这个分整 意思就是说最终版了 哦 final就是最终版了 就已经交稿了 已经交稿了 但是后来他又写了一个小字 叫nothing is final 就是没有什么是可以终结的 哦 就标上这个铅笔写的吗 nothing is final 没什么是终结的 你认识懂的基本性的 真理也是基本性 不断的认识 不断的提高 你会不断的完善 比如说从纽顿的经典力学 到现代力学都是在发展 这个在您的研究当中 什么时候对您触动最深呢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理念 从工程力学的角度 我们可以把问题简化了 把事情做出来 但随着我们问题的深入的话 我们这个技术 我们的结果也在不断的上 这是前线的一个手稿 高超声速和跨声速流动的相似率 这是写的什么呀 是他讲这个 假如我们可以飞行五倍到十倍上的声速的话 那我们飞行器外边就有一种流动 我们叫高超声速流动 这种流动的话 它是有规律的 所以前沿性在1946年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是在40年代 刘依斯现在就已经提出来 这个高超声速的概念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说很伟大就在这 所以这也是我们实验室 一直在坚持下来的课题 所以的话 到今天它依然是前沿研究啊 到现在依然是前沿研究 我们还没有走大头 80年前这种前沿的研究 就已经在钱云森先生的脑海里了 所以我说 钱云森这个高瞻研究 大肆风范 非常非常让人敬佩 这就是郭永怀 这个是郭先生办公室 郭先生是余先生的导师 这个办公室的话 是钱云森特意为郭先生准备的 在郭先生回国之前就准备好了 对 那有一封很著名的信 就提到这个事情 办公室准备好了 就等你回来 赶快回来 赶快回来 郭永怀 是唯一烈士的身份 被追授两单一新功勋奖章的 空气动力学家 在他的指导下 中国第一座大型高超声速风洞 GF8激波风洞 研制成功 1968年的12月5号 郭永怀在实验中 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数据 在赶回北京的途中 因飞机逝世 无形牺牲 怀表 眼镜 这些都太珍贵了 对 这个是郭先生牺牲以后 在现场找到的精品 因为郭先生是一个 非常伟大的科学家 他的理念的话 我觉得对我现在依然是有用 所以这里有郭先生以前 用过的一些东西 这个我采访过非常多的 现在八九十岁的老先生们 说当年这可难买啊 这数学学物理的都得有它 对 相当于是当年的计算机 我们七八年上学的时候 还用过一段时间 这个郭先生的字典都保存的这么好 还有记事本 那个时候你看 写的那个公式 跟画的画一样美啊 跟那个印刷一样的 是的 跟印刷版一样 那么整齐 你看他指出这个 高超人数空气动物学 应该是我们 水后一个重要时期的 这样一个研究方向 开展创造性的工作 布局我高超人研究方向 非常重要 在这上面有写是吗 对 飞回来的时候 怎么样这个非常安全的回来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郭先生说 要研究这个问题 激波风筝是最有用的 这个方面是前途无量 激波风筝的开始 是由这个我们研究 飞船返回 对 所以就是说 现在的话 这个风筝有更大的用处 把前印刷上的做 超人数量发动机 还有一些空间飞行器 所以这个意义总大 原来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谜 谜底就藏在我 我去 就像是我们突然间打开了一个秘密一样 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要建风筒 是啊 就是说要提前布局 研究这样的问题 用这样的设备 郭先生给规划好了 你看您的身后 这真的是郭先生曾经 对 这是这个郭先生曾经用过的 哇 这个我真的 我能 能动吗 可以 你可以试试 哎呦 真的 这李飞先生拿出来 一定轻轻地拿 李飞先生拿 哎呀 你可以想象 这里边放了多少资料 这些资料 对我们国家的两张一星的研究 有多么重要 是的 因为我们这些后辈都只能通过一些新闻故事了解郭永怀先生的故事 他在飞机逝世的那一个刹那 他紧紧地抱着他的公文包 那个是一些国家的实验资料 很宝贵的昨晚实验 据说他跟他秘书包到一起 放到中间 把它保存下来 是的 他们两个人紧紧地抱着 然后中间用身体夹着这些资料 所以这就是李先生定义的 什么叫人民科学家 这就是人民科学家 江老师我们能坐在郭先生原来的办公室里 也对于我来说 我个人还是很震撼的 我们把这个时光的指针往前拨25年 回到余洪隆先生给您写信的那一年 那些信 您还有没有一些句子 至今还敲打在您的心上 余先生说 我们这个团队 是前先生郭先生创的团队 到现在出一个 清忙不接这样的 所以自己非常担心 非常担心 第二个还说 在国内的话 将来会有更大的这样一个空间 比在这个国外的话 在客源对你更好 在1999年的那个时间点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跟中国的比较 1999年相比的话 它都挺多的 感到它都挺多的 一个就是说 你住房有差 到那地方呢 我觉得中美大学给你房子 房子的话 给了您房子 三十一厅 您的工资在当时 日本拿多少 差不多五十万那个样子 这一年 就是因为那一去 这是前学森先生 和郭永怀先生 创建的地方 对 请您回来传承下去 对 您觉得这种召唤 打动了您 对 我想这是最核心的一个灯 有一个英雄情节 其实这也代表了 您对于中国科学家精神 对您内心的一种深深的认同 那云先生当时给您下定什么目标了吗 云先生当时跟我说的话 大概是要把这个 钢温气体动力学 这个旗帜打起来 这个旗帜的话 实际上是气体动力学的一个前沿学 这个学科的话 正是我们做高超生素空天飞行器的一个技术 如果要做这么学科的话 我们必须建立这样一个先进的科研设备 去探索 钢温气体动力学的新现象 新问题 新规律 我还在于洪荣先生的这本工作日记里 找到您说的这段了 说去年11月 有一个老同志对我说 我们得开个会了 讨论一下你们为什么能建成一个 惊动了美国的GF12风洞 您看云先生怎么回答的 他说我回答是因为被逼上梁山 说因为我们没有你们那么多钱 没有你们那么多人 我们只能做和你们不同的事 做你们不做的事 但是我们也知道像这个郭先生说 他那存在着他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沿探那个路的话 你永远撤不惯 这个塔那个路的话 你走不到你想要的目标的 所以我们必须走另外一条路 就宜先生说毕山梁山 走另外一条路 我们再在他路上走好了 我们可以操作 我是在查阅于先生的资料的时候 没有查到是哪年 但是好像是他毕业的时候 写给他的母校的一封承诺书 也叫决心书 他说我要终身不懈地建设伟大的祖国 请您相信我将用自己的劳动 维护您的荣誉并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于先生他在实际上落到实际上 就是说什么东西他从小 国家需要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所以这是我听到于先生说最多的 葫芦石 是力学所的一个传统 每一代这些科学家都在当着后一辈的葫芦石子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传承 先先生交代于先生要把这个风动做好 于先生身体力行 做这个风动的目的的话 前先生很大一个目的要做 高超胜速发动机 所以前先生还心里说 有这0.1秒就够了 这是我们风动的 60年就为了这0.1秒 是啊 这0.1秒到现在的话还没有人能调 就是说我看着这个美国一个 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写封信 说我们做到0.1秒了 他们也要扩展他们的风动 做的要做成一点 这是一个发展趋势 现在咱们做成的这0.1秒是世界第一吗 当时我们是 现在还是世界第一 但是我在看您之间采访的时候 您有一对话特别打动我 您说于虹如先生用40年走了7000米 说您又用20年走了8000米 里外里其实并没多多少啊 但这已经是60年的时光 所以于先生说选题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选那些难题 对一个实验室来说 要选经过10年 几十年才可以达到的 这样你才能给国家做一个大的 就相当于一个 珠穆朗玛峰似的 需要几代人接力去做 如果说在将近30年前 余先生写信把您叫回来 给了您一张答卷 您觉得什么时候是交这张试卷的时候 我自己感觉基本及格了 还及格啊 因为这个往下走的话 我觉得实验室面临着发展问题 公正技术 我们常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所以的话 我觉得我们对科学的认识 总是一步一步前进的 所以我觉得将来还有更多的路要走 所以就相当于说 我们还没有88米 还需要走 还得继续登山 接棒传承的江宗林 是中国第三代风洞人 作为国家重大科研仪器项目负责人 25年来 他带领团队建成了GF12复线风洞 和GF22超高速风洞 让中国的风洞研究 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同时 他也是首位获得 美国航空航天学会 地面实验奖的亚洲科学家 现在正在做实验吗 现在做实验的是GF2 我们拉开这个窗帘 就可以看到整个的操作运行过程 这个窗帘背后就是实验的控制室 主控制 太惊喜了 从来没有见过风洞座实验是什么样 这个是主控台 从风洞这头到那头 所有的关键部位都有塔子 紫色灯和按钮 现在开始点火 5 4 3 2 1 起爆 这这么大个声音 好像地面有一点 对 地面有点震动 就像那个巨型的卡车从身边开过去 很有点那意思 因为所有的这个我们全是密封起来的 声音的话要比原来的声音很小很小的 但是依然很有声音 在一般不动人的眼里的话 它可能是一种噪音 在我们耳朵眼里 它是一种音乐 这一声其实代表着爆红成功了 我们这次实验成功完成了 对对对 实验力进行了 我们所有的结果都没问题 在世界风动研究上 咱们这个实验室 现在如果说可以做一个排序的话 排地几 这个实验室的话 我们在建成了GF12又建成RR 这两个风动能力的话 把整个高超声速飞行的 从1.5公里每秒到10公里 这个全被覆盖了 高度的话 从这个20公里一直到100公里 所以能覆盖这样一个空域和疏域 有这么大的这样一个流场 有这么长的实验时间 我们国家独一无二的 我看到有这样的一句话 说现在我们中国的风动研究 比西方国家早20年 或者说领先20年 是这样吗 西方国家这么认为 所以我特别期待 看看风动到底是什么样的 您能带我看一下吗 我们出的实验室 我们看一下 好的 原本这个磨片是平的 就是一个钢板 就是一个钢板 我根本就拿不动 我两个手也完全拿不动它 今天真是让我们的摄影师拍摄 这有多厚 这有多少 12个毫米 12个毫米 这么厚的钢板 原先就这样子 在多少秒之内 它就瞬间变成这样了 大概是千分之一秒就变成了 人是完全感受不到千分之一秒的 比眨眼睛还快呢 所以我们说这个能量 就相当于戈州霸电站的总功率 戈州霸电站的总功率 这种能力 在实验当中 要是发生爆炸 这多可怕呀 有没有这种可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余先生提出来 我们在这另一端 架一个真空的很大的罐 这种高压气体 破了那个磨片之后 掉到真空里了 把这个安全隐患就消除了 别人用不好的东西 我们把它巧妙地用好了 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 就等于我们把这个爆炸的威力卸掉 对呀 你看我们这个从开始运行 到现在已经12年了 没有什么安全事 所以我们这个安全 是我们最重要的 责任重力开战 安全高一切 风动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主要的作用的话 我们想是用到航空的 我们想做带有发动机的 这种鞋 我们还想做一种飞行器 这种飞行器的话 一个大的被一个小的 飞到30公里的高空的时候 大概是七把倍升速的时候 这个小的再起飞 完了飞到飞段上去 把航空机放到那儿 这两个再飞回来 所有的全可以通过 比如说现在我们发射一公斤的东西 到轨道上去的话 我们需要10万块钱 如果我们这个技术成功之后 那1万块钱就 你看看这个 这个就是村里往返的那个 我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小的飞行器 对 直接在那个大飞机上 它可以穿越大气层 可以穿越大气层 飞到轨道上 把卫星放那 这两个就可以来 这加油就可以了 如果我想带点什么饺子 给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们送一送 也可以坐它去 对 它就是从机场跑到那儿 就飞进来 飞进来之后 就飞到那儿去 完了把人放那 这两个再飞过来 加油就可以了 全部充实 就像成本得降多低啊 就相当于咱们坐飞机似的呀 是啊 或者航班定制啊 不是想再看天呦 可以发射了再发射 没有那时候 如果要是有机遇的话 我想五年十年 我听说为了见GF-12 您还贡献了一片肺液 是吗 是 您给我们讲讲 是怎么用自己的呼吸 换国家呼吸的 主要是我觉得 GF-12的压力还是挺大 还牵涉到 风风明明的 说你花这国家这么多钱 当你能不能够国家解决问题 还有一个压力 是来自这个实验室建设 国家实验室建设的话 还不是一个科学家 一个工程师可以做的 实际上 他还需要你 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我觉得那更不是自己的成绩 到这个14年的时候 他说一件大案 说你肺有点什么问题 就还是累的 当时是做手术了吗 当时的话就是做了手术 大夫说你这个是研发性的 给你切大一点 就没事了 当时起了一块去 您怎么还笑啊 但是我觉得好像是 归服之后的话 就把这个国家重院实验室也做 总的来讲 我觉得我们把这个风风也建成了 为国家做贡献了 把实验室也建成了 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下一步发展 有个基本保障 您生病的事 余洪荣老先生知道吗 知道啊 他一直老说批评我啊 说你不能太辛苦了 但实际上我们不是说啊 说我们要用生病的事情来表达 我们真的是付出了什么 但我真的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每个科学大家都是忘我的 我经常给他们学生打比喻 就是说我们大部队要打这个战役了 我们作为侦察团队 要先把雷把了 把了以后大部队就过去了 爱旧就战胜了 实际上我们做的要工作 都是幕后 是支撑他们 谁都不知道 其实这个实验是您做的 他们做成了之后 没有人知道 我们在里边有贡献 刘老师 这些年轻的风动人 在您的心里 他们要承担的任务和使命是什么 第一个要活下来 就打扰也要兴望 能活下来 别没完没了 想说没完没了 能活下来 那就在听着你去给国家干事 真心干那个重大的事 你叫做真金不怕火炼 这要是真东西 别人想埋也埋不掉 真金不怕火炼 对 那咱们这几代真金一起合张影吧 好不好 好不好 这张照片也像真金一样 会留在岁月里 所以俗话说叫做青年强国家就强 当你作为青年的话 作为少年的话 我们要想 怎么才能让国家强 我们自有把我们的研究 跟国家世修连起来 你这个研究它才有长度 你自有把你的研究 跟学科前沿结合起来 让你这个研究才有高度 所以把这两点做到了 你这个研究就是有声音 远目有小诗 那首诗叫做 阎光不到处 青春卡自来 开花入民想 也寻不断开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 作为一个普通的科研工作者 我们没有前行人 郭贤那样的高端研究 没有那样的心态大乐 但是我们可以像开花一样 把这个研究 开出我们自己的研究 去装点这个产品 就是说 赌付沙华 完了去农历工作